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混淆时听 会有多大的愁呢 线索一再中断 该如何寻找幕后真凶 如果我要死了 我把我妈扶起来就死了 警区里的大案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里是河北省某景区 风景可谓美丽如画 可就在这动人画面的背后 一场惊人的阴谋正在酝酿 在这家旅馆前的凉亭里 一名游客正低头看手机 这是两名男子走进了凉亭 突然其中一人手持斧头 向这名游客砍去 将他砍倒在地 之后两人迅速离开 发生了以后 其他人就都愣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候受害人就倒了地了 非常快 案发突然 在周围的游客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嫌疑人已经逃离了现场 最后其他游客 将倒在地上的被害人 送往了医院 通过周围的队群众走访 反应是两个人过来 突然作案 现场的目击者 均没有看清这个作案的 嫌疑人的面貌头身 案发现场位于景区内 一家旅馆临时搭建的亭子里 被害人当时正坐在亭子里玩手机 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 在旅游区 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 作案以后 犯罪分子 说句实话 一看那视频上 秋兄一个 就奔着要害部位就去了 行凶之前 跟这个受害者 没有过交流 然后咱们依据综合来看 这很有可能 是一个孤凶杀人案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案件发生之后 被害人很快被送进了 石家庄市的一家医院 据医生说 被害人伤势严重 生命垂危 据了解 被害人名叫呼朋 是石家庄市 某单位的职工 与他一块出来游玩的 还有四个人 只是在案发时 这四个人还在睡觉 根本不知道 呼朋遭遇到了不测 另外 这四个人 跟呼朋认识的时间 并不长 反映不出 更有价值的线索 被害人 被恶意伤害的相关视频 在网上迅速传播 这让当地警方 倍感压力 那么被害人 为何会遭遇不测 行凶者又逃往了哪里呢 通过仔细研判案发时的 监控录像 民警推测 嫌疑人对被害人呼朋 实施暴力伤害 应该是有预谋的 并且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而且他那个伞 也不是一把遮阳伞 所以说 而且他并不是直着 遮阳光啊 挡雨啊 这样做 他是正好挡着那个监控 人我们回忆都是 先一人化妆 一个戴口罩 还有一个那头发 是长发 但是我们看那个头发 就不正常 头发不正常 就是拿伞 挡监控的一个人 长得非常高大 而且感觉身体非常强壮 另一个人就是 他的走路有一些特点 根据他走路的姿态 和那种给人的感觉 直观感觉 就是像是一个 岁数比较大的一个人 其中一名嫌疑人行凶时 另一人则打散掩护 整个作案过程 只持续了短短数秒 然后就匆匆而逃 现场根本没有留下 任何可谓调查的线索 这两名嫌疑人的动作 如此娴熟 民警考虑 他们肯定是有过前科劣迹 那么这些人 为何要对呼朋 下如此重的狠手呢 第一个就是要他命运 不光我们办案人员感觉要他命运 就是在群众看了这个事情 也说 会有多大的愁呢 当然也去思考或研判过 一直找不到这个矛盾点 案件的起因也许只能从被害人呼朋本人的身上找到 可他还在医院里深度昏迷 面对这种情况 民警必须尽快寻找别的办法来确定嫌疑人 因为一旦追捕的黄金时间过去 嫌疑人势必会隐藏得更深 非常突然 从现场的情况看 犯罪分子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案发之后犯罪嫌疑人沿着公路 就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有一个社会监控 能拍到他们两个人 就是小跑着往朝东跑了 就是往景区外跑了 根据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了一辆银灰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十分可疑 民警推测那两名嫌疑人 很可能是乘坐这辆车逃走的 首先咱们那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 是往东跑的 然后等这两个嫌疑人往下跑了之后 然后这一后面没有多长时间 大概也就过了三四十秒钟 后面紧跟着一辆几大车 它就下来了 咱们一路追下来以后 发现它这个行车的轨迹 非常不正常 它走过一些非常这个 就是不太明显的道路 乡村道它要这么走 它作为一个旅客来说 这么走就不对了 接下来民警在监控录像中 一路追踪银灰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最终发现这辆车开到了 河北省安平县境内 然后在安平县找了一个 相对比较老旧的一个小区 而且地理位置也挺偏 在整个县城的基本上到了最北边 小区还停到 小区最北侧 这个停了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要是不是说走到小区的最深处 走到跟前 你还真是看不见这辆车 咱们在车附近 蹲守大概有三天左右 发现这个车一直没人动 来了一个当地小区的一个居民 就问咱们说 这个车是不是你们的 这个车停了好几天了 把我车库门都给堵了 我也出不来 显然这辆车是被人 故意抛弃在这里的 民警随即对这辆银灰色轿车的 车里车外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一拉车门 发现这个车根本就没有锁 而且车内 车外 都被打扫得非常干净 车上的一些作案工具 尤其是他们遗留了一双 这个线手套 就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那个白色手套 民警将遗留在车上的白色手套 送捡的同时 也迅速展开了其他的侦破工作 通过调取安平县境内的监控录像 民警证实了 嫌疑人就是乘坐这辆车 逃离案发现场的 三个人 有三个人就出来了 其中两个人跟当时作案的时候 那个两个人特征特别相符 而且有一个人是光头 就再次肯定了 咱们当时在现场 看到那个特征跟你的衣着 完全不相符的那个人 戴的假发套 这吻合 但是条件不太好 都非常模糊 车可以确定 但是相关人的体貌特征 还有没有一些身上的 一些特殊的标记 这个都不明显 从监控录像上看 参与作案嫌疑人应该有三个 一个人开车接引 另一个打掩护 而戴假发的嫌疑人 就是直接行凶者 民警决定 通过调查银灰色轿车的车主 看看能否最终确定 这三名嫌疑人到底是谁 民警调查得知 银灰色轿车的车主 原为石家庄是陆泉区的 一名男子 此人将这辆车 转手卖给他人后 这辆车又在网上 被倒卖过很多次 而最终买车人的身份信息 是伪造的 根本无从查找 这个方向走不通 民警只得继续追踪 三名嫌疑人 汽车之后的行动轨迹 小区他们三个人出来之后 打了辆出租车 然后咱们找到 这辆出租车司机之后 对他进行简单的 一个情况了解 然后出租车 司机说 这三个人当时很疲惫 一上车就睡觉了 然后沟通也非常少 其中有一个人是 带着保定口印 还有一个光头 岁数比较大 但他们很少交流 上车就睡觉了 根据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索 民警发现 这三名嫌疑人 最终去了河北省安国市的 一座药材市场 到了药材市场之后 那个时候 因为药材市场的人流量 特非常大 而且监控时间保存非常短 然后这三个人去哪 就找不到了 通发案以后了 这个专案组会议啊 就经常在一块碰头 眼看希望 就要到来的时候 有时候线索争断了 案件线索一次次地中断了 此时被害人 还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 他多病的母亲 终日守护在病房以外 是以泪洗面 这让办案民警 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 与重托 现在找不到 嫌疑人最终藏身的地点 那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过调查民警发现 嫌疑人最初驾驶的 那辆银灰色轿车 经常活动在河北博野县一带 一辆白色的轿车 跟它是相伴而行 从这辆白色轿车上 能否寻找到突破口呢 冒用他人身份预盖了一张 躲在幕后的神秘人 究竟是怎样一位生死仇家 警区里的大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民警调查发现 这辆挂着北京牌照的白色轿车 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里 经常伴随着嫌疑人驾驶的 那辆银灰色轿车共同行驶 民警推测 这辆白色轿车跟嫌疑人 肯定也有关联 发现当时那个驾驶白色 朗逸轿车的这个人 跟咱们在案发现场 打伞的那个人 非常相似 包括那个衣服都没有更换过 然后咱们就围绕这个白色 白色的朗逸轿车 开始做工作 核实啊 它应该是北京市 某出租车公司的车 这是一段来自北京 某租车公司的监控视频 民警从中找到了租车的人员 而其中一个 就是开银灰色嫌疑车辆的那个人 然而接下来的调查 却让民警颇感意外 当时是有两个人在 过来的 过来租的车 一个是赵某某 另一个叫做严小慧的一个身份 但咱们看赵某某的身份证 跟照片和这个监控精比对 也发现这是持的真实身份证 但这个严小慧的这个身份证呢 跟当时监控也来租车的这个人 明显不符 就是他能拿到严小慧的身份证 那说明什么 表人相识 朋友 或者是其他关系 那出事的严小慧是保定 博业的 博业县的一个人 那后来呢 咱们拿这个监控照片 去博业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民警一眼就认出来 一眼就认出来照片上的人 叫做嘎子 然后咱们就核实了 这个人 这个嘎子 叫做严成哲 根据调查 民警掌握了负责驾驶银灰色脚车 接应行凶者的这名嫌疑人 名叫严成哲 此人因犯抢劫罪 曾被判入狱服刑八年 继续调查民警发现 严成哲不仅是 冒用严小慧的身份信息来租车 而且还一直在冒用该身份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而且这个严成哲 他之前有个犯罪前科 包括目前 当时我们抓他之前 他还是北京警方上网 通缉的逃犯 已经掌握了严成哲的情况 查询到另外两名嫌疑人 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让民警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调查 仍然是困难重重 那个期间 咱们找到严成哲这个期间 胡蒙醒了 他醒了之后 因为脚脑受挫 他的思想意识和反应能力 都不太正常 而且反应比较慢 虽说此时被害人呼朋已经苏醒 但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 民警只好继续调查 严成哲的社会交往情况 通过排查 民警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这个人目前身上持有的是 一个叫严小慧的身份证 咱们用这个 他持有的身份证 在咱们的公安系统上进行检索 发现了这个严小慧 和另两个人 在石牙庄有过住宿 在这段监控视频中 民警找到了和严成哲 一块住宿的那两个人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 其中一人正是在案发室 负责打散掩饰的那名嫌疑人 此人名叫刘亚松 这个身份证叫做刘亚松 咱们对这个刘亚松 进行分析的时候 发现刘亚松是 刚出于一年的重刑犯 那另一个行刑者到底是谁呢 在监控中 他只是露了 头部以下的部位 在监控里看 这个人腰好像有问题 有点往前挺 而走路的时候 他两个手摆动的 也非常有特征 经过这个细节特征推断 这个人 是当时咱们作案行凶者 就是这个行凶者 那他是谁呢 通过对两段监控视频 进行比对分析 民警基本确定 陪同盐成哲一起住宿的 另一个人 就是案件的直接行凶者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此人名叫李国 是江苏无袭的一个人 年龄50多岁 跟咱们当时推断的 岁数都差不多 既然掌握了 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下一步就是安排抓捕了 可当民警深入调查 这名叫李国的嫌疑人时 意外发现了新的情况 我们发现 经过与身份证上的照片比对 看监控上这个人 与身份证上的照片 比较相似 然后我们就到无锡 去坐进一步核实 在当地经过走访 他曾经住过的旅馆 调取他当地的监控物相 还有他办去社保的一些 当时的拍照 经过进一步的核实 发现与案发现场的人 有明显的出入 这个立国的人 比这个案发现场的人 要瘦 而且他的脸要略长 就在案发的时候 这立国又有一条住宿信息 由此警方推断 案件的嫌疑人 很可能是在冒用 立国的身份信息在活动 为了进一步查识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民警迅速赶赴 立国的老家进行调查 我们将这个案发现场的视频 包括我们在宾馆 调取到的这个嫌疑人的图像 给村里和这个当地的拍摄所 做进步编认 非常肯定的说 这肯定不是立国 要找的这个嫌疑人 并不是立国 只是持着立国的身份证 这样的话 咱们行政者又是谁呢 就又不知道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决定暂时先不对 已经查识身份的 那两名嫌疑人下手 继续追踪这个 冒用立国身份信息的 嫌疑男子 此时一条线索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7月13号 他有一个从云南西方百纳 到北京的一个航班信息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条 包括这个飞机购票的 一个电话 当时这个电话 给他们反馈之后 他的归属地是咱们 河北省唐山市 最终发现有一条 这个刑满释放人员 用过这个电话 这个人是张宝复 张宝复 河北于田人 曾因入室抢劫 被判无期徒刑 在做了18年老后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于2016年被提前释放 民警随即赶到玉田县 深入调查后 民警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张宝复很可能逃向了 云南的中年边境地区 8月4日 他张宝复冒用立国身份证 做满案之后 到了空明 干什么呢 就是说在赌场里面工作 由于张宝复的藏身之处 一时难以锁定 民警决定改变策略 先行抓捕 躲在河北里县的严承者 刘亚松两人 就发现了 刘亚松在当地 一处 李县 当地的一处 老旧小区里面住人 然后就通过刘亚松 每天 刘亚松他这个人 他很少出来 当他出来 有一次咱们得到一条线索 刘亚松出来了 咱们看见刘亚松 然后咱们就尾随 跟着刘亚松 这样咱们找到了 又找到了严承者 民警在两名嫌疑人的住处附近 蹲守后发现 这两人的生活规律非常不同 严承者每天早起出门 而刘亚松则基本足不出户 如果贸然抓捕其中一人 另一个肯定会跑 所以警方最后制定了 同时抓捕两人的行动方案 2017年10月20日 办案民警在里线警方的配合下 将嫌疑人严承者与刘亚松 同时抓获 严承者和刘亚松入网后 对警方的审讯极不配合 办案民警认为 必须尽快将最后一名 嫌疑人张保复捉拿归案 以彻底打消严留二人的幻想 在云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张保复的行踪 最终还是被民警掌握了 2017年12月15日 张保复在云南 被当地民警抓获 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河北唐山御田人 也在网上知道他是一个头犯 然后他们云南警方 和我们这边联系 然后又过境 把张保复押解回来 三名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 他们作案手段残忍 很像是跟被害人有深仇大恨 但民警调查后发现 这三名犯罪嫌疑的生活圈子 跟被害人之间很少发生交集 他们是受人指使的 藏在幕后的案件主谋 又是谁呢 此时被害人呼朋 已经恢复了意识 他告诉办案民警 自己跟人合作 做一些生意的时候 确实也得罪了一些人 当民警提到参与行凶的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 叫严承哲时 呼朋立刻就想到了 幕后主使的真实身份 呼朋告诉办案民警 他跟老乡严某 曾经合伙做生意 后来因为资金问题产生过矛盾 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而嫌疑人严承哲 正是严某的亲戚 严某 然后侵占了我的钱了 我非常生气 呼朋认为 严某这件事做得很不地道 为此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 去找严某理论 7月6号晚上 我和几个朋友喝点闷酒 也被辞职喝点闷酒 当时 喝完酒我越想越生气 我说不能让他这么欺负我 现在就来回来楼下难闹 带着十几个人 天天在楼下骂 包括就是要伤害他的孙子 这一类的威胁的话 据警方了解 呼朋当晚的行为 让严某很恼火 他决定要报复呼朋 找谁做呢 他想到了刚出狱不久的亲戚 严承哲 严承哲 就通过找他 通过找刘亚松 刘亚松跟严承哲 又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两个人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就说让我帮个忙 然后给他找人 找个能干这回事的人 虽然严承哲没有明说 但刘亚松大致也猜到了 要做什么事情 随后刘亚松打电话 找来了自己的育友张宝复 刘亚松打电话 他说是这边干点 干点什么事 干点活 他找的 我以为是他朋友他一块的 也不知道是找的他 随后 严承哲带着刘亚松 和张宝复去购买了斧头 假发等作案工具 他们三人便开始跟踪被害人呼朋 伺机寻找作案机会 2017年8月1日 被害人呼朋和几个朋友 相约去景区游玩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次游玩放松的行程 竟然给三名嫌疑人 提供了行凶的机会 那是斧子到那角 就打了两下都跑了 究竟是那啥 我连丑都没敢丑 就走走 当时这个警察 全装住在这个手机网线上了 然后对周围环境 也没有太注意 作案后三名嫌疑人驾车逃离现场 到了河北安平境内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三人将作案车辆洗刷干净后 抛弃在一个小区内 他们自认为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但没想到 还是被民警找到了线索 最终将他们抓获 够了三十万 那钱吗 钱到那场连十五代花都能没有 最后给我的万里以后 也就是三十万吧 也就是给我的钱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都是以故意杀人罪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原北京市公安局刑侦专家 佐者金博士 欢迎您 佐博士 你好 佐博士 这次案件原本是一起经济纠纷 后来演变成一起恶劣的刑事案件 那么在我国的刑法当中 对于这个主谋 就是指使者 还有那个刑凶的人 他们两个人这个刑事责任 谁轻谁重 这种案件 不要以为这个雇主没有到现场 没有动手实施这个犯罪 就没有责任 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 对于雇主和犯罪行为的实施者 他们都有主观地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认为这是故意杀人案件的共同犯罪 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惩 就这个雇主啊 他以为呢 他躲在这个幕后 这样的话呢 好像警方很难能找到他 像这种案件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围绕被害人 展开深入的侦查 第二个呢 杀人越货这件事 多半都是刑事犯罪的释放人员 这些人员在公安机关都是留下了资料的 发现这些所被雇佣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不难的 据了解 呼朋与严某都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 两人在一起合作精英的那几年也挣了不少钱 可最终还是因为资金问题产生了矛盾 但两个人都没有选择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解决 最终处理不当导致矛盾升级 在生活当中经济纠纷时又发生 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 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冷静地解决问题 如果采取极端方式造成的后果 往往让当事双方都难以承受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佐治金博士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